沙场春朝涌 练兵正当时 2月2日 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战备巡逻 发现两批可疑目标快速驶来 请做好应对准备 初春时节 黄海某海域硝烟弥漫 北部战区海军某旅与某舰艇部队携手 展开实战化演练 练兵备战 我们整个带弹 该旅领导介绍 近年来 他们紧盯强敌对手 积极整合多方资源 大力推进体系练兵 不断提升核心作战能力 推动各作战单元实现 从前连到深连的转变 迅速研判情况 查明目标属性 跟踪目标 发现异常立即上报 战长时文接连下达指令 雷达操纵员娴熟配合协同查证 显示屏上多个光点不停闪烁 新的特情接踵而至 雷达受干扰 回波极不稳定 目标在观察盲区边缘时影实现 从事雷达操纵多年的雷达班班长张军为 紧盯显示屏 当面海域有两艘敌舰 低空有一架电子干扰机 此时 我方海上兵力及时向关通部队 报告了战场态势 变换抗干扰工作模式 挂定重点观察区域 加强情报协同 组织图上标绘 时文镇定自若 发出一连串清晰的指令 数十秒后 目标信号逐渐清晰 官兵随即进行综合印证比对 准确判明 迅速上报目标属性 海空对抗演练结束后 时文走出雷达方舱对记者说 我们要始终牢记职责使命 紧贴实战要求练兵备战 在对抗训练中不断增强能打仗 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战场通信受阻发现敌多处反装甲火力点 拱年新春 朱日和训练基地 雪原茫茫炮生龙 第81级团军 某旅一场基础课目连贯演练 正在进行 演练现场 坦克分队突击在前 步战车分队灵活跟进 演兵场上硝烟弥漫 新大纲施行以来 基础课目演练难度增加了 节奏更快了 连贯性更强了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 今年开训后 他们一改基础课目单训单考的训练模式 以驮各专业主战平台开展基础课目连贯演练 旨在通过体系训练 提高官兵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为推动训练更加贴近实战 该旅瞄准战训偶合 精心设置敌情背景和作战环境 区分多专业多课题组织基础课目综合演练 来到侦察兵综合训练场 记者看到 班长张亮正在下达演练课目 在任务背景下 张亮与战友们将进行五公里武装越野 奔赴目标地域 展开夜间袭击补服课目训练 砰砰砰 炸点扬起阵阵尘土 张亮带领班组穿越封锁线 一路上 他们操作多行侦察装备进行情报搜集 基础课目演练战位更浓了 张亮感慨道 大家一路奔袭一路打 既检验了技术战术 又锤炼了意志作风 夜幕降临 记者踏上龟城 回望朱日和 银色铁塔高高矗立 从这里走向战场的巨浮标语 格外醒目